这女生很习惯这种方式 就让她觉得跟你是一样的人 就拉近心情上的距离 我到目前为止 我都用油盐不尽来形容她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赵燕 那个我知道 你看她这个举动 看到了吗 又开始有意无意的去给你 你想你拿手机给别人看 你会怎么看 就这么给别人看吗 你看她非要侧到你的身边 去跟你离了这样一个距离 但是你看我的那种举动 这个样子很多男人都已经尻上去了 你看我的那种 就看一眼 对吧 我始终是这种窥然不动 就认你怎么样表演 她很像我一个许老师 你看你看这种情况 她就一直保持这种这样 女生给你看手机 你想她如果对你没兴趣 她会就这么看 她非要这么你过来给你看 就明显又在搞行情 又在对你释放一些东西 让你觉得好像她对你有意思 那你看我的表现 她就40岁了 结果还是这么的 没事你40岁的时候 颜值肯定比她还要高 哎呦 过你几点 过你几点 就我还是这种 我那天在 你看没有收回去了 你看就是她这种 为什么我说就是 她是搞行情的 你看她如果真的是那种 就是她是因为喜欢你 靠近你的这种东西的话 她不会马上回来以后 马上就归位 你知道人的这种吗 她是相当于可以 马上释放出去 但是马上收回来 就说明是什么呀 说明是假的 我在抖音上刷到一个 我觉得应该你以后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我给你撒看一下 谁给我打电话 你看你看她又 总是这种 就是说明是什么 人妈是她的一个习惯 你知道吧 就是习惯 就你如果把这种习惯 当成是她的真情流露 你就要出问题 是不是跟那些渣男很像 老王其实也这样子 难得啊 态度里面这么安静啊 你不喜欢安静的吗 挺好 没有人强 就像我去年 疫情的歌 还是音乐的歌 你看到就是这个时候 你发现了一个细节没有 就是我们两个人 其实坐在一起 谁都没说话 就是尬了一会儿 她开始主动找话题了 就是这个东西 比刚才那个东西 在我看来更是窗口 就刚才那种 一过来看 在我看来 都是那么风场作戏 这个举动 就这个行为 反而是个窗口 就我心里知道 她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吸引的 我去北京玩 坐包包车都是包车 我一个的 把我笑死了 你看她这个地方就开始 有一点点展示自己的意味在里头 你看到了吧 都是一个人把我笑死了 什么 你看我的反应 其实还挺舒服的 真的 并没有那么强 我还去看过那种包场电影 就是整个电影院里面一个人 真好 但是她也很懂 你看我不为所动 就是你去展示价值嘛 对吧 但是我表现出来 就是我有点 我们两个就是有点这种 互相 就是大家在这种 对博弈 她发现我没有不为所动的时候 你看她马上收回来 你看到了没有 就说完一点点以后 发现我没有怎么举动 她马上就开始收回来 就是她也很精的很 你是哪里的 我心里的 西雄广安的 啊 西雄广安 哦 跟我那个 跟我同学是一个 重庆旁边 那 那你们跟重庆的 是不是就相当于 离得很近了 我现在在重庆 因为我们 我们家 很多亲戚都在重庆 然后很多亲戚在重庆 你看她这个时候 开始主动提供信息 就是在我看来 这些东西才是窗口 就是对象这样的女生来说 她主动讲东西才是窗口 那些其他的那些行为根本就不算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她本身真的很好看 屏幕状态很好的 身材非常非常的 好 然后 比例也非常非常好 那她肯定不是有锻炼 她非常 我不知道 应该有 她非常的会 我说的非常有礼包 前面那一段 其实说完以后 我现在都忘了有这么一段了 但是女生这个时候 她状态是两个 叫做倾诉 就我还是 你之前 我得跟一个女生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跟她见面 三个小时 我一共说了六句话 剩下的时间都在她说 但是女生说完以后 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我们两个真聊得来 就让女生说话是个好事 就是 即使她说的东西 你不感兴趣 说的东西没有 你只要让她 进入到倾诉的状态 她为什么愿意说话 就还是证明有吸引 才会做 对吧 你要是一个没有吸引的人 她可能话的 脸都懒得跟你说 在我看来 这些东西就是 就是真正是吸引 而不是那些举动啊 什么的 这个我刚才说好多次了 所以我就鼓励她多说 她愿意说 我就配合她说 当女生在 倾诉这件事情上 花时间之后 她就会有投入了 你家拍照 为什么没有本人好拍吗 摄像师的问题 你自拍 对 我就是拍照小能手 你看又开始 抓住机会 又开始刷价值 对吧 你看她 你看她 你看她那种举动 就会让人 你跟她别人相处的时候 你就会很有那种 好像跟你们相处的一种感觉 你看她那个姿态 但是她是那种能收 也能放 能放也能收 就马上就收回来 就跟你很有距离感 但马上就贴过来 让你心里蓬蓬跳 你看现在这种动作就是 当然她这个发型 会上的显得有点 她戴着假装拍照 你看 这个姿势 你看切换的很自然 就刚才那个镜头 特别明显 对吧 她这样弄 然后马上就回来以后 就端作如初 没有任何的情感上的拨来 就有一种女生 是专门会勾遇男人的 就刚才那种行为就很像 我们说的很直白 不是对她任何有人生的东西 我现在才发现 就最近一年多 我认识那些朋友 就越是自己过得开心 过得 都不着急拍摇 因为自己的圈子OK 自己的生活OK 自己的实力OK 其实没有必要 就给自己添读 你看她这句话 其实我是在套她的感情观 这说明女生 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情 就我只要 怎么自己有钱 有人供着我 我自己能够 什么东西都OK 我没必要去谈恋爱 就是说 你看就从这句话 说出来之后 你就知道 他其实有很多人对他 因为他的条件 都不太好 你看了没有 就是你说 他说自己朋友的时候 其实是什么呀 其实就是带了 自己的价值观在里面 我说老王是个 什么样的人 其实你看 是不是就在 也还在说自己 他在说他朋友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他 换成我 就特别明显 你就明白 他想说的就是这些 他肯定是那种 就是我现在 已经过得很好 你要是找一个的话 肯定是能 你看他的讲法就是 我已经很优秀了 我已经条件很好了 我为什么要谈一个男朋友 除非 找一个 比我现在过得更好的 那很简单 就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都这样子 反而是有一些 我有一些事业上 还有 就个人条件上 稍微差一点的人 不管男的女的也好 他们就很想谈恋 他们就很想谈恋 对很想谈恋 他们是觉得 我现在这个样子 再不去找个对象 结婚什么的 再往后就更不行 是因为他们确实 没事做的 只有把心思放在这上面 所以你是没有把心思放在这上面 是吧 我也找了 就说明什么样的人 对他们的择偶的要求高 就是这样的人 他会让别人觉得他不缺 你们想一下 一种感觉 当你看见一个女人 又漂亮 又不缺 好像条件又好的时候 你想追她 很多男人怎么做 就加倍投入 对不对 加倍投入 就是现在这些女生 搞行情的方法 他把自己包装的 什么都不缺 包装的过得很好 让男人觉得他很昂贵 如果想要学习更多的把妹技巧 可以添加我们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进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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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